你的问题让我想起纽约克最新一期杂志的封面 在这幅名为《晚点》的画作中 一位亚裔母亲牵着女儿的手在地铁站候车 急切期盼着地铁到站 眼神谨慎地望向别处 站在一旁的女儿则紧紧抓住母亲的手 警惕着另一边的动向 本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车站候车 却让这位亚裔母女时刻担忧自身的安危 这样的场景发生在美国令人心酸 近几年美国针对亚裔等少数族裔的仇恨犯罪不断上升 发生了很多悲剧 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 美国上届政府有关政客 发表公开或暗示性筹外言论 使用针对特定地域或人群的名字 来替代新冠病毒 散播虚假信息和种族歧视的言论 这种做法极为不负责任 直接导致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愈远愈裂 在美国 种族主义是全面性系统性持续性的存在 白人种族主义者 新纳粹分子和三K党成员 公开使用种族主义标语口号 宣扬白人至上 煽动种族歧视和仇恨 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人进行系统性 种族清洗和大屠杀 犯下庆祝难输的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 美执法部门暴力执法 导致非洲以死亡案件频发 美国职场中的种族歧视根深蒂固 对少数族裔的社会歧视广泛存在 美方应该真正践行保护人权的承诺 严厉打击 针对包括亚裔美国人在内的少数族裔的歧视和仇恨暴力行为 切实保障少数族裔各项权利 让少数族裔摆脱歧视仇恨犯罪的噩梦 不再生活在暴力的恐惧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